今天台積電一日一天假 796 古迷們 今天心臟有夠強 一開盤就給你來個上衝下襲 兩碗點直接碰到了大怒神 檯面上雖然很亮眼 但實際上你去看 下跌的加速比上漲的還要多 當然最大工程 老大哥台積電跟聯發科 但是這股大怒神的背後 會是當衝科在上下起手嗎 還是暗中默默的 正在醞釀一波大逃殺呢 對 沒錯 我們知道今天早上的台股 是寫下歷史的新高 一開盤的時候就來到 2065點的新高 接下來的話 在2萬附近那邊震盪震盪 震盪沒多久之後 你看盤中之後就開始往下殺 為什麼會往下殺 因為大家可能覺得說 2萬點好不容易達到 大家都在等這個時刻 等這個時刻好像有點拉不上去 出貨的人非常多 所以就往下殺 殺到最後來說的話 今天收在19785點 因為上下洗刷非常嚴重的狀況 所以成交量爆到5713億左右的數字 好了 我們就講 事實上這個今天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好像這個拉機盤 什麼叫拉機盤 就是連這個台積電 還有連發科等等大型股拉起來 就外資在撐盤 但是國內的一些所謂的 本土的法人 還有這個主力色彩比較濃的 大家全部都跑 很多散路可能好不容易 看到這個2萬點的時候 大家都先走一趟 再先走一趟 所以就走了 所以你看上市貴的公司中 上漲的加速只有312加 但你看下跌的加速1500加 所以你看這個上漲下跌比 大概是1比5 你6間只有一間上漲 大部分都是下跌的一個狀況 好 那為什麼這樣說 台積電早上開出來說 795塊 最高拉到796 然後就開始往下震盪一下去 最低的時候只有漲到13塊 那當然後來尾盤又往上拉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後來成交到748 那它成交量來說的話 這個整個也成交量 有略為放出來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為止市值來到20.33兆 也是同步寫下新高 所以你看台股寫下新高2萬點 台積電800塊也幾乎快要來到 所以等於是說 大家為什麼那麼開心 就是因為這個兩個同時達到 但是這個後來好像有點 長多無力的感覺就開始賣出 好 那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大盤我們怎麼去看 當然最重要還是要看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來說的話 目前為止來說 它今天收在784塊對不對 外資的目標價 大部分都把它訂在多少 850到880 如果這個法人的預估是說 如果按照880元來預估來說的話 大概還可以再漲800點 也就是說以目前的指數 約是1萬9千多點來說 再加個800點 所以有可能會來到20800點 甚至不排除來到2萬1千點 因此未來的重點就是看台積電 台積電有下來指數當然就會下來 台積電沒有下來的話 當然指數就會往上繼續往上衝 好 那我們就講 台積電怎麼去看 我們知道事實上台積電 最近最多人問我的一件事就是 聰哥 台積電的貨貨多少錢對不對 很多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就講 我們先來給大家看一下 台積電它之前有預估第一季的營收 因為剛好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它公佈2月的營收 2月營收來說的話 約莫是1816億 1月的營收是2157億 它只要3月只要1623億 就可以達標 你看 應該很容易 因為2月的工作天數只有29天 3月工作天數更高 所以應該是很容易達成 所以也就是說 它的這個匯率的 以31.1的台幣匯率計算的話 第一季的營收5598億到5846億 應該可以輕鬆達標 所以簡單來說 它預估的第一季營收可以達標 整年來說應該成長 我們可以看到 它前兩個月的年增率是13% 就是今年的前兩個月 跟去年的前兩個月 營收增加13% 它自己是預估說 今年的營收可以成長20% 所以看起來的話 應該都是一切都按照目標在走 如果按照一切目標都在走的時候 現在法人的預估是說 它今年可以賺到38到40塊 假設我們用40塊去算的話 這個800除以40 20倍本一比 這個其實都還算是 以全世界的眼光來說 都還是相對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 鋪排組在這邊震盪震盪之後 我覺得或許還有機會 在網上看到更高的可能性 真的是跟聰哥講的一樣 還是有網上看高的可能性 為什麼呢 6月份有四大天王 要來找台積電 對 沒錯 加分獎沒有錯 就是因為先來為止來說的話 整個台積電是利多不斷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能夠趁著這個利多 繼續往上衝 包括說我剛才不是講到嗎 外資現在把它調高目標價 包括最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券商就是JP Morgan 就是我們叫他小模 他就仔細的分析 他把台積電的目標價 調到850塊左右 好 他講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他說因為台積電在AI的時代 統治力更強 所以為什麼美股的AI 像NVIDIA AMD 或是說像Google Microsoft 為什麼台積電會漲 因為台積電在AI的統治力很強 所以你要AI就要找我台積電 好 他就說因為封裝的技術 封裝就是用在說 台積電除了代工之外 他自己本身也在做封裝 就是COAS的這個技術 然後還有相關的客戶生態系 客戶生態系的意思是說 像這個NVIDIA 幾乎所有的晶片都丟給他做 如果再換別人代工的話 其實目前為止 我也不知道他代工會怎麼樣 所以整個客戶生態系的 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他認為台積電在半導體領域的 護城河 護城河這個其實是巴菲特說的 巴菲特都說我要找一個 有護城河的 就別人跟我差距很大的公司 他就說他比以前的產品周期 更加寬廣 所以他整個AI晶片裡面來說 可以達到90%的市佔率 然後我就講AI好 那台積電當然就會好對不對 好 所以他預估說來自AI的 但是因為台積電的 營收比重有非常多 有包括手機 包括說像Notebook 還有什麼車用一大堆 那來自AI的部分 目前為止去年大概占他6% 那今年預計可以達到百分之十幾 那這個他預計在2027年的時候 可以來到25% 那這25裡面來說 有19%來自數據中心的AI 就是黃仁勳他們AMD在做的 另外6%來自邊緣AI 邊緣AI就是類似像我們聯發科 那些手機晶片這樣 整個加起來有25%的這個數字 那有25%來說 當然就是一個非常純正的AI股了 好 那我們就講 我們這個前一陣子 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話 這個只要黃仁勳來台灣 整個都引爆整個台股的風潮 從去年5月 然後今年又來到台灣對不對 去年有來一次這個 參加張宗謀接受李國鼎獎等等 他每次來都是這樣 他又要來了 他這一次等到6月的時候 他又要來台灣了 可是這一次不是只有他要來 這次報告說你看 蘇之鋒也要來 蘇之鋒是什麼 AMD的老闆他也要來 還有誰 基辛格也要來 基辛格是誰 是Intel的老闆他也要來 另外一個是高通的執行廠也要來 所以等於是說你看 黃仁勳 蘇之鋒 然後基辛格 Intel 然後還有包括說高通的執行廠 全部都要來 那為什麼都要來呢 你想說我們台灣的 Compute Tax過去 哪有那麼多大頭在這個地方 大家都在找這個台灣最重要的公司 護國神山 所以等於是他們都希望說 台積電你的產能幫幫我 讓我能夠繼續的這個推升 我自己的產品的技術 所以重點就是要台積電的 三奈米的這個高階製程和技術 才能夠繼續搶佔 所謂的AI的這個大餅的一個情形 是 好 接下來看到包括了 不只是這個四大天王要來台灣 包括連這個豐田張南 也來找台積電的這個魏哲家了 那他其實在開幕這個見面之後 兩個人共同話題是什麼 車用晶片 也是要晶片 要晶片 每一個人都要 包括他們要打造了一個 Toyota的一個小鎮 智慧小鎮 如果沒有台積電 他也做不起來 對 我們必須講 事實上在最近一段時間 不是我們台積電 在熊本廠岡開幕嗎 那開幕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這畫面是什麼 這個畫面是這個 我們當然認得出來的魏哲家 這個是誰 這個是豐田張南 豐田張南是誰 是豐田家族 豐田汽車的敵傳人 然後他現在擔任會長的這個角色 你看他來見魏哲家 見魏哲家你可以直接來看 是他去拜訪魏哲家 而且如果你仔細看 是有一點點好像 大哥在見小弟的感覺 就豐田 那為什麼豐田要去見 這個所謂的我們的台積電 所謂的原因是這樣子 因為事實上他們兩個 如果你仔細在看 他們兩個對話的過程裡面 他們講得非常多 就是未來我們在車用怎麼發展 怎麼互相合作的一個狀況 講得非常非常多 好 那為什麼豐田 你看有沒有 好像見他老大 你好這樣感覺 為什麼豐田要拉攏台積電 因為很簡單 我們知道說現在的車子 我要加分如果 我們現在看未來的 現在的一般的燃油車 因為很多還沒有電動化 所以你大概約莫了 需要大概八九百顆的晶片 但是未來如果你全部電動化 特別是自駕車的時候 需要晶片可能會好幾萬 上萬顆都有可能 你看對豐田來說 如果我要從目前的車子 轉換到電動車裡面 當然我要先掌握個重點是什麼 我要先把IC掌握住 所以為什麼他要去拜訪台積電 他希望說我的車子 有更多的所謂晶片 好 我們知道這是目前為止 Toyota所發表了兩款 未來的電動車的架構 這一款我們可以講 看起來就很像跑車 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叫做 FTS1的純電性能的跑車 你看 它這個好看 因為它是運動化的跑格 然後另外它有所謂 車尾的空氣套件 所以車尾來說 是有壓尾的造型 然後減少空氣的阻力 所以這個看起來是非常帥氣 另外車內來說你看 它這個是我們團寵 是個圓形的HANDOLU對不對 它這是二式的HANDOLU 就有點兩邊這樣子一個HANDOLU 然後坐艙就有高性能的特性 然後高驅力 然後坐起來非常舒服 確保所謂的這個跑車的舒適感 另外就是說 它這個時候跨界休旅 這一般的休旅車 你看它坐的就是比較高 車身比較高 另外就是說它有一些相關的 這個有意思的地方 包括說像電池顯示的螢幕 或者說一些車內的溫度 空氣的相當品質等等的一些 它等於是說 它在裡面來說導入了非常多 讓我們人體感覺到 非常舒適的這個狀況 好 你看 它發表兩款電動車 另外還有什麼 它在2020年的時候 宣布要造一個小鎮 這個小鎮叫做Moveway City 那這要做什麼 要做自駕車 也就是說它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自駕 然後把這個所謂相關的 這個車聯網的技術 在這個地方訓練 所以你知道嗎 事實上你可以看得出來 豐田未來的野性就是 第一個我要往電動車去發展 或是說往未來的 包括輕能車去發展 不管就是未來的 新一代的車子 另外就是我要往自駕車發展 這些都需要晶片 所以一定要跟台積電合作 特別是說 在他們的新車子裡面來說 因為我們知道未來的車子 就會很像是手機 手機就我們都用 像蘋果有所謂蘋果的 座位系統對不對 Google有Android的座位系統對不對 未來的車子 也要有車子的自用系統 自家 他們現在有他們自己的 Torota當然自己發明 他就說我們全新的軟體的 車聯網的平台 叫做ArenaOS的這個狀況 然後這個就是不斷的可以 累積人工智慧 然後同時還有什麼 搭載新一代的語音辨識 你可以透過說 我可以跟他講話 包括我現在要從台北 我要到東升電視台 他就可以開到這個地方 等於是讓帶來 人車一體的這個感覺 你要這個軟體來說 要有什麼樣的這個功能 事實上他們一開始 成立這個公司的時候 要找了這個Google 相關的重金來做 但問題是目前為止做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除了這個OS 就是軟體你要研發完之外 你還有硬體的配合 硬體的配合當然就是 我們知道在你要自駕車 或是說你要這個 你要這個電動車裡面來說 當然都有非常多的這個晶片 所以就是說 現在它軟體已經準備好了 最後一塊拼圖 就是把我未來所需的晶片 完全完成 這也是為什麼 你看這一次的 這個所謂熊本場開幕的時候 豐田當然要去見 台積電的這個衛車家 甚至為什麼在這個JSM的 二場裡面 一場其實豐田是沒有入股的 在二場它就直接入股 因為對豐田來說的話 晶片成為未來 它要轉型下一步的 兵家必爭的一個重要的重點